夏天的午后 有什么地方能边吹冷气边逛街呢 我想大家都会选择百货公司吧 看着一个个假人模特儿 穿着漂亮的衣服 依序排列在橱窗里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但让我们换个场景 当百货公司打烊的时候 明亮的灯光关闭 空无一人的百货公司内 难道不会扬起一丝丝的恐惧吗 今天闭店后 我一边修店 一边跟林贵的姐姐在聊天 因为我们所在的百货公司内设有电影院 电影院营业的时间又比百货公司长 所以常常会看到 在已经闭店状况下 还是有客人在卖场里面瞎晃 不知为何 林贵的姐姐忽然和我提到了一则他老公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 一下我们将其称为D先生 有一次他因为在处理事情 所以留到十一十二点左右 百货公司的人早就走光了 该洗的灯也都熄了 接着他发现有一个穿着不像员工的男生 站在卖场的中央滑手机 热心的D先生 决定去问问那个男生怎么那么晚了 还待在这里 结果那男生表示 自己是来等网友下班的 对方是个女生 并说自己在某间餐厅上班 D先生听了很是狐疑 就提议跟那个男生同行 以前我曾在早上还没开店 灯都还没开的情况下 经过那条美食街 那个情况下就已经有点暗了 所以当下真的很黑 越走到里面 D先生越觉得不对 哪有人都这个时间了还不走 待在那么黑的地方做什么 那个男生在走路的过程中 也有用来问对方的确切为止 对方则回应道 我就坐在里面等你 到了对方所在的餐厅后 发现里面依然是黑的 并没有开灯 男生正准备往前时 D先生默默地问了一句 你确定 约你的是人吗 最后 男生沉默了一下 并远道返回了 去年还任职于某个白货公司的内勤师 因为业务量大的关系 加班到半夜都是司工见惯的事 那时 我最讨厌上洗手间了 因为唯一能用的洗手间 在卖场的最内侧 而且 还得经过一条假人模特了 都摆在外面的服饰店才能到达 某天 一如往常加班到半夜的我 因为肚子感到无比不舒服 而冲向洗手间 通常在前往洗手间前 我都会请警卫帮我开小灯 只能帮助我 通过漆黑的卖场 但那天真的忍不住了 开着手机的手电筒 就直冲厕所 当解放完后 便拿着手机 慢慢地走回办公室 经过假人模特儿去时 一直感觉有东西 慢慢靠近我的左后方 但回头看 却什么都没有 只有满满的模特儿 当下不管那么多 直接冲回办公室 事后 和同事说起这件事情时 同事直淡然地说着 警卫也曾看到 模特儿的手会举起来 小孩模特儿也会动 但时间一久 大家都习惯了 你也别太放在心上 现在 我已经离开那间白货公司了 但 我想那些模特儿 依然会在半夜 活动筋骨吧 姐姐曾在信义区的 某间白货公司 工作过好一段时间 她的工作 是赠品处兑换人员 而姐姐的同事 以下简称A 有一天 A在下班后 发现有东西忘了拿 所以 要一起离开同事 等一下 她先回去拿一下东西 走上楼 白货公司内 当然是一片漆黑 A经过女装卖场时 注意到一件事 虽然心里很害怕 但还是尽量加快脚步 拿了忘记的东西 就直冲到楼下 在下面等的朋友 看到A脸惊恐地跑下来 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A说道 我刚刚经过卖场时 看到所有假人的头 都一起转向 并看着我 A的朋友则回应道 可是那个卖场的假人 都没有头啊 可能 TikTok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是在路上 I don't know 胶紅 髒场 谢谢观看